首先我觉得非常意外 我没有想到梅长苏和郡主会以这样的方式相会 我想说一句心里话 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拿到这个奖 并不是因为我的演技有多么好 我觉得是因为我很幸运 我可能比更多的人更早地知道 演员应该是怎么样的 刚才郑佩佩老师说了 我的第一部戏是跟她合作的 在拍摄现场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恒电的深秋 那个时候天气已经非常凉了 她拍戏的时候没有助理 有一场戏她要躺在地上 居住在不景不光 她就一直在那里 躺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个记忆让我非常的深刻 我知道演员在现场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很幸运 我可能比更多的人更早地知道了 什么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 我要感谢林依晨 她对我说过两句话 是在我们拍摄《社交英雄传》的时候 第一句话她说演戏是一个探索人性的过程 第二句话她跟我说 她是在用生命演戏 这两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 还有就是我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在生活中看到一个真正的演员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今天 昨天我非常有幸地和李雪剑老师同一班飞机 来到了长沙 李雪剑老师德高望重 这么高的年龄 他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 我很惭愧 我带了三个 而且体型都非常的壮硕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奖杯拿在我的手里 它并不代表我到了一个多高的高度 而是代表了我刚刚上路 这是一条创新之路 也是一条传承之路 艺术是需要创新的 但是追求艺术 敬业的精神 是需要传承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